大家好,我是漁夫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個有趣的 就是IKEA家具公司 它把日本 東京多摩利川市的 兩節的地鐵車廂 裝扮得很有IKEA的風格 是在東京多摩利川市這附近 大概的地鐵 它使用了兩節的車廂 不是隨便人可以上去的 必須要是抽獎抽中的 各位可以看到 它這個車廂裡面 從這裡進去以後 影院裡面好像很精彩的樣子 那麼這個就是車廂的內部了 各位可以看到它把原來的座椅 這一些都改成 非常柔軟的沙發 甚至還有抱枕 那麼也有地毯 ROCKS 還有它有這一整排的 這一些咖啡座飲料座 讓你享用 這個是另一節的這個風格 各位可以看到 也是非常漂亮 而且它不是只有這個地板跟兩側 它天花板也把它設計的 滿有這個年輕的風格 這個是直接可以進去做的 它不是更更爽的 你可以進去裡面搭乘 那這是另外一個場景 那這是另外一個場景 還有呢 這邊還有人在做一些解說 那當然也分化了這個 ROFFLE TICKET 就是一些這種 特殊的折價券之類的 如果你參加這個行程 看起來像會很快 都會變成這樣 那麼ETR一直要證明說 任何的空間 只要經過他們的傢俱 100次啊 那麼就會產生不同的感覺 當然這是一種 非常有創意的宣傳手法 不過如果 在我的看法裡面呢 因為它實在是 無創意的 所以呢 就跟大家分享 和下情況